HELLO 大家好,我是屎風料 今天要分享一台CB值非常高的飾物機 就是畫面上你看到的這一台 由BRADER推出的A3威力硬青年功旗艦版的 雙指向網路傳真飾物機 它的名字非常的霸氣 那這台機器我覺得它非常符合現代的 中小型企業或者是商辦店家使用 因為它不只是單價很親民 它的耗材成本也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覺得它對比就是現在市面上 動輒一台4-5萬的機器或者呢 每個月花租金去租一台二手影音機來說 我覺得它是更有競爭性 CP值也更高 我覺得它就是真正符合買比租更划算的機種 再來就是我覺得BRADER這個品牌呢 還蠻值得跟大家分享 所以Leo這邊稍微跟大家簡單科普一下 科普的部分我請一個愛用者跟大家分享 因為瑞瑞呢是我的好朋友 他在補習班上班 那據我所知他們公司有非常多BRADER機器 所以他對這台品牌呢非常有印象是不是 嗯沒錯 當初剛進公司的時候還在想說 咦奇怪怎麼這麼多的影音機都是BRADER這個品牌 因為BRADER這個名字還蠻特別的嘛 所以就特別上網去查了一下 然後發現它是1908年在日本名古屋成立的品牌 而且在全球44個國家當中 設有17個生產據點和52個銷售公司 並且在1979年時就落地台灣高雄 設立家用縫紉機生產據點 並且出口到全球市場 成立至今已經超過一個世紀 所以十字金日BRADER是名副其實的日本百年工藝品牌 而且旗下商品非常多 包含多功能印表機 傳真機 標籤機以及縫紉機等等 那也因為品牌有一世紀的淬煉 所以BRADER品牌的工藝與技術底 相信也是具備相當高的水準 也致使於BRADER已經連續14年 融獲A3噴墨複合機亞太市場第一 所以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利尤今天要開箱這台了 那這台有口飛有技術又省錢的A3事物機 覺得是非常值得了解的 那接下來就請利尤繼續帶大家開箱測試 沒問題我們就先看一下主機外觀的部分 仔細看的話會發現它對比落地型的事物機來說的話 相對輕巧很多那這樣的優勢呢 就是在於機器是可以很好移動之外呢 也可以節省擺放的空間 算是對小型企業啊 上班店家或者是利尤這種工作室的朋友來說 使用上更加方便 好在我們看一下主機面板的部分呢 這邊採用的是3.5吋的中文彩色液晶觸控螢幕 在功能設定上的話是非常的淺顯易懂 你可以自由的調整機器的各種細節 以及所需要的參數 那也因為它調整上真的超級簡單 所以利尤認為呢 即便你是第一次接觸事物機的朋友的話 也是可以輕鬆的上手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面板右側的部分有3個實體按鍵 分別是返回鍵、手A鍵以及取消鍵 在選擇功能上時呢 你可以自由透過按鍵來快速操作 而且不得不說 它的面板操控起來的反應是真的很快 而且操作起來非常的順手 好那接下來利尤也給大家測試一下它的列印效果 好機器的部分的話 它有支援A3的自動雙面列印 以及雙面彩色掃描附印 還有傳真的功能 加上支援無邊列印還可以設置100位用戶全線 及控制列印數量等等的功能 好那在列印的過程中的話 基本上是感受不太到噪音的部分 所以操作上來說 我覺得這台機器是有很多的延伸跟變化的 好那列印出來的效果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可以感受到它的色彩非常的鮮艷 好那這部分也是仰賴與華德獨家的次世代噴墨技術 好那另外也特別提一下 機器用的不是熱發泡的噴頭 而是高成本 而且壽命叫廠的活塞壓電式噴頭 好那對比典型的噴頭 往往都是向下變形出沒 那這台採用是雙向變形出沒 能夠提供更大的出沒效率 讓墨滴能夠以更高速的方式噴出 那新機種的部分 它噴出了4顆大墨滴 相當於傳統機型的6顆小墨滴 速度提高將近150% 所以除了速度變快之外 它還可以同時提升列印的品質 所以必須說它真的非常的實用 而且它是雙向變形的出沒 所以是可以均勻的分散壓力 藉此可以有效的增加機器的使用壽命 讓列印的壽命可以延長到高達30萬張 所以我相信在這樣子的一個高速密使用的狀況下 絕對適合在大量列印或者是商用需求 包含像瑞瑞這種補習班 需要大量資料的朋友使用 那講到大量列印 有些朋友雖然偏愛壓電式噴頭 但可能會更在意列印速度的問題 好奇它到底可以有多快呢 所以Rio這邊也給大家實測一下速度 好手張出值時間大概都在4.4秒左右 那接著進行1分鐘的連續列印 我們來看一下黑白以及彩色的列印速度 那實測的結果約為每分鐘28張 不管是黑白跟彩色的列印都是相同的 所以以這樣的速度來說 不管是中小型企業或者是其他行業的朋友 在需要準備大量資料的前提 我覺得這樣的速度應該是非常的綽綽有餘 而且更讓人滿意的是 在列印出來後的成品 它是具備防水效果的 因為機器採用的是 試射防水的商用顏料墨水 所以不用擔心浴水後的產況 這點Rio就覺得超級加分的 因為防水絕對是企業或者是商辦店家來說 非常重要的輔助效果之一 那來補充一下列印效能的部分 機器最高是支援3000張的列印量 那換算下來 單張的彩色列印的成本落在台幣0.3元 其實你直接去對比超商或者是店家 單張10多元以上不等的價格 你應該可以感受出來 它的CP值超級高 而且還可以擁有絕對的掌控權 除了可以自己操作之外呢 機器也具備Wi-Fi聯網 所以其他人或同事呢 也可以透過APP的方式來進行遠端列印 讓機器發揮它最大的效能 那長期使用 堪提下來呢 我相信絕對可以為老闆或業主們 寫寫一下龐大的開銷 是Leo覺得不可多得的一台好事物機啊 好這給大家看一下Leo應用的感覺 那因為如果是落地機子的話 其實會非常佔空間 但是我就非常喜歡它這樣的設計 因為它的大小的相對來說 就比較小一點 所以至少幫我節省了三分之二的空間 而且機器運作的音量很低 所以我甚至敢把它放在離我不遠的地方 再來就是操作來說很方便 因為我用的是無線網路連接 當然你也是可以用USB的方式 或行動APP的部分來遠端控制 所以就連接上來說 它其實是非常符合現代科技的操作便利器 除此之外呢 我個人也蠻喜歡它有支援雲端應用列印的操作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機上操作列印 這點呢 平常有在用雲端硬碟的朋友一定會愛上 因為可以讓操作變得更方便也更快速 加上28APM的列印速度是真的快 不管是A3大尺寸的自動雙面列印 還是雙面複印或雙面彩色掃描等功能 它的操作速度都讓人家感覺到非常的滿意 那基本上我覺得它就是一台 可以輕鬆的讓各種需求迎刃而解的機型 尤其是有同步支援無邊列印的功能 所以即便是超過A3的大小呢 你一樣是可以拼湊列印的 藉此就可以達到清晰的放大重點文件的效果 透過這些使用的功能與特色呢 我相信它絕對是可以讓你的工作達到示範功倍的效果 同時呢 輕鬆簡易的操作呢 也可以讓心情變得更加愉悅喔 好 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利偶測試的心得 基本上這台私物機的定位呢 其實列印資料這些都是非常OK的 甚至是你拿來列印照片也可以 像我利偶剛有測試 就是像我直接從手機裡面抓一張照片出來列印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列印你的需求 而且它的定位不是只有在A4 A3都OK 所以就很適合呢 如果你是店家 你可以做這樣子海報的東西 或者是如果你是工作室要做這種報刊 這一種都OK 因為它是可以支援自動的雙面列印 而且它的色彩非常OK之外 我剛剛還有做很多的列印的測試 不管是A4的彩色啊 或者是這種大家比較常見的 合約的內容文字非常密密麻麻 其實它印刷出來也都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它的效果其實我覺得是 大家可以從畫面上感受到 有目共睹是真的非常的不錯 而且我覺得它的操作很智慧 就是你可以透過USB的方式連接電腦去操作 也可以透過手機APP 直接在這上面去做一些操作 它也可以連接到銀端硬碟去下載的資料 所以它這個設計我覺得就很適合 如果現在大家是混合式辦公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共用一台這個印表器去做列印是非常OK的 而且它的單價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親民 對比它的這個列印的耗材的成本來說 我覺得它真的是符合賣比租更划算的機型 這部分大家可以自由去評估做一個參考 好大家這檔就差不多告一段落啦 基本上它操作起來是真的非常的簡單 那列友是沒有傳證的需求 但是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前面也有數字面板可以操作 而且它的墨水更換也非常的方便 就在這個地方 T1上來講也很OK 而且它在手機APP上面也會有耗材的一個使用的狀況 包含要怎麼去購買 其實它都非常的簡單 而且整台機器呢不管是要做掃描 或者是要做其他的紙張的安裝啊 或者是控制或者是連接線材 都是非常的easy 而且它這個線材的部分還有幫你做一個長線槽 所以它也考量到美觀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講 不管是內在跟外在來講 它其實都是非常加分的機器 而且這台機器的話真的是很全面很多元化 就是它可以支援A3、A4 而且它是雙指匣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自由去安插不同尺寸的一個紙張 好那就非常適合像是工作室啊 或者是你有列印大張海報的需求的朋友來講 就這台機器真的很棒 不管是A3、A4 單面、雙面、黑白、彩色、無邊連影 它都可以達到非常不錯 而且速度很快 夜印出來的產品還可以達到防水的效果 所以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那它有更多的規格的細節的部分 我也把它整個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致上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另外一個介紹 那我們就下一個產品再見 掰掰 э Fev ff RIV